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总而一大早 我们要去修这台特斯拉的方向盘 听业务说好像钱会没办法调整 我觉得我们要快点出门了 因为特斯拉我是跟他约11点半 快来不及的 对对对 好我们车上再聊 我刚刚有先吹冷气了 是哦 方向盘没有办法前后跳 我们先试一下好了 上下是好的 前后是没办法用的 不知道是滚轮坏掉还是 搞不好软体用不用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不算难的东西 你后视镜是没打开的 它不会自己开哦 看到什么来 科技车 不太合用 怎么开 穿上来真的 展开用试镜 哎呦 哎呦 你有没有开过特斯拉 没有 我来给你开 好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个 我们要维修这个预约项目好不好 一定要从APP里面去预约 它会有让你选说比如说你车子有什么什么地方需要干嘛干嘛 我们这个方向盘 它算在内饰的里面 就是内装的里面 点进去啊 然后它就 请你输入原因嘛 然后我就写说 哎方向盘没办法调整 然后就会挑 好多个服务所 然后给我时间让我去跳 比如说它有一个时段是10点10点半11点11点半 预约的时间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内裤最近在忙什么 你知道只有今天有空吗 而且今天只有开放到11点半 今天如果没预约到下一次就是7月 7月 对今天是6月24号 今天这个时段是最后一个6月的时段 这动能回头太大了 不是你踩叉车啊 不是我踩叉车 哎呦 我换到雨刷了啦 然后有 哎我不要开雨刷吗 好我要怎么拨回来 好我才会自己听 因为我想说礼拜一又11点半嘛 我们还没上班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 我就打电话 要去问说预约别天或什么的 然后特斯拉的客服 永远都在盲线中 我打三次 打不进去 我问了我们其他电邮在开特斯拉的人 他们说特斯拉客服 没有一次打电话 如果突然车子出什么问题 就比如说铁架之类的 对对对 铁架它APP里面有个拖车服务 所以就还是要把你拖到原厂 然后你要再预约 我不知道啊 反正重点是要说 我是要说我不知道它特斯拉 就是在忙什么 而且其实不止我这次要预约 维修这个打不进去 我们上次买那个TPC转 CC S1的那个转接头 我要打客服去问 我也打不进去 所以其实这样我应该打不进去好几次 所以永远在忙线中 永远都转接通 然后转接到最后都没结果 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跟坏处 就是它APP也开 旁边APP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又好有坏 有时候还是想要打一下客服 都是买车的专员 如果你是买一手车 那就直接问那个专员 这次它没有专员 哦没有专员 这次它也是线上下单 那么酷 而且他们教车也是 车子拨个余音 然后教你说车上线 不然怎么用 那么酷哦 那现场光彤员可能只是 附桌女而已 那不是专属音 你懂 对 WELL SHIT 上车车 你只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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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奇怪 动了回忠很大力 动了回忠同来看 你看它这边就会有写说 预约的 预约时间 服务向预估领人 太好了 这台在保固内 2021年 然后它好像保固到2025年的业 对 这边又转 我们竟然第一次来不是来赏车的 是来修车的 进去那个吧 服务中心 要报到是不是 应该是 突然被它弄得有点紧张 不知道怎么办 也很不知所说的 对 全部 它自体检查一次吗 对 这个功能是我们平常人 自己也可以用的 这个功能可以 对 如果这个功能失败的话呢 可能就要再紧急试试看 这是有点像是 挑战机桶的床子吗 有点类似 有些中毒要是因为卡住 它有可能会中断 但基本上我们都会按一次 然后我确认一下是 它有办法回忠 所以一般如果我们有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先签按 试试看 如果真的不行再过来 那我们就进去 班子音乐就来签个人就好了 就像那种校正功能 比如说像 后照镜 方向盘 还有镜头 那些还有另外其他的校正功能 真的是它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镜头校正 如果你画面上有跳出来 应该其实是自动驾驶 单纯就是要收集足够的数据 然后让行车 对对 你自动驾驶的电脑 对就是 更完整 对就可以启用自动驾驶 对这个就不是有什么东西 你都调整 你们平常那种客属是都打不进来的 应该是都可以与电器的吧 有打不进来 我打了五次了 所以他都会一直说盲线中然后转接 好我再去反对一下 或是用APP 对对我后来昨天就用APP 有一个跟自动驾驶有关的一个版本 确认一下各位的人 有到那个版本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单级 大家确认一下请的服务 想不到吧 很快就解决了 刚刚是说这边嘛 对 然后有一个 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就照他刚刚的走一次 看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 驾驶座椅 然后方向盘和后视镜校正 对 按一下 然后方向盘跟座椅就会自动动 所以他现在前后是好的 他就检测到自己是好的 然后座椅也是好的 一切就正常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检查 刚刚的方向盘 上下 前后 好的 后照镜 好的 再来是座椅 座椅就一切都正调 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相似的问题 可以先从这边去按下 然后刚刚盲果 你有问他说镜头的校正是什么 如果重新校正要开160公里 才校正完成 所以他收集这160公里之间的数据 慢慢去 校正 可能看道路上的线啊位置啊 那我们还是要 还是我们要去逛一下展店 走啊 新的Model 3 我觉得他头灯变很帅 他前面这个框间有缩本 你说保杆那个长度是不是 对 没有这么的大片 更锐利 新的有气氛灯哦 他的气氛灯是环一圈的 然后新的就没有木纹了 用这种取代 布的 还是有高低沙 新的还是有 中间还有一个萤幕 电风 他的动画好帅 哇 他可以听歌呢 这蛮加分的 这蛮酷的 因为放了多了一个小平板 在后面 还蛮大的 其实蛮深的 我觉得韋征士这是 小改款之后最漂亮的地方 很锐利 我觉得整体都更加锐利的 外型 而且他侧面后轮骨 直接爆出来 我会想要进来看 是因为我在路上看到 我有看过 对我每次开在他后面 我就觉得好像蛮好看 你看到什么颜色 红色 我也是在看红色 我觉得红色还比白色好看 对 我也觉得 个人觉得 好一门 他这次摆款之后 后面也有一个 比刚刚那个model上更大的一部 至少说也有 八九吋吧 欸 方向盘啊 哇 算 其实蛮宽的 方向盘现在改来这 不知道是我错觉 我觉得表面比一般的 方向盘更宽 哦 这真的要习惯一下 有比较宽对不对 有盘径比较大 他虽然切一半 但他蛮大梗的 所以变成整转 会想开来你看 比如说 方向盘 就方向盘 对啊 蛮帅的 那边model S也是 两支方向盘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支 它上面按针不一样 一样啊 哦一样 它只是刚刚没亮 后面有萤幕吗 有 有欸 所以现在新的特色都是有萤幕 红色真的蛮好看的 对啊 欸 其实好像还不错 改款的model 3 后面多了那个萤幕 感觉蛮有感的 你知道model 3 的节能盖打开长这样吗 有看过吗 节能盖打开比较好看 对啊 很多IS车有装这个 可以直上 克斯大轮框 对啊 model 3轮框 我们的是这个 那边就有一台红色的 新款的 我真的觉得红色蛮好看的 其实有点类似 混动红 有点像水晶漆的那种感觉 好啦 回公司了 芒果车没开过 要给芒果开一下 耶 直接打开就可以吗 照理讲其实 直接打开是不行的 但是因为手机在我身上 它有帮我的手机 现在排档就可以直接走了吗 嗯对 它有电子手刹车吗 你踩油吧 它就自己放开了 你的D档 OK 看到了 它这个就不能做大一点吗 而且还有新的好像是直接滑 它没有这个人的 排档吗 对 哦 这不是我的刹车哦 这你懂我刚刚的感受了 其实我们还是 每研究出那个动能回收要什么都对 我怎么觉得是这个啊 可是这个不让我点 你打B档 看一下 哦对 是这个功能 透过这样的 并自动几个刹车停车 对 是怎样 所以这样一开始就关掉了 还是蛮大力的 我好想 等一下我按看看喇叭 看他们的改喇叭是吧 而且它还可以感测到 前面那条路有车 它还知道 我们前面有车在打方向灯 你看 我们旁边后面的车真的在插 对啊 插劲 然后它也在打 我现在放刹车了 好不好插桌 透了意思 哇是大台的飞亚车 黄色这个 好开吗 收购 还不错耶 方向灯源还是有点不习惯 因为它要打下去 然后它如果没有自己会弹的话 我还要自己会弹 跟那个Go-Go-Road一样 要打同一边 这边可以用那个吗 跟车吗 嗯 就有紧握方向灯 有耶 跟了 有吗 等一下就跟了 有啊 可是它怎么没有办法调车距 哦 加速了 又没了 转弯就不行了啦 还是刚刚只是定数而已 还没有开到更测 我看也有可能 干我不会用啊 算了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按 诶 被你按到了 没有改 你看我们现在压在那个大卡车下面 这个是还有386K可以开是吗 对 360公里可以 我蛮好奇一个点 别人踩刹车的时候啊 我们看得到别人有刹车跟方向灯 那为什么我们踩刹车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方向灯跟刹车灯 可是有那个啊 它其实有淡淡的光源 有啊 有啊 很细很细很微小 其实我不用太用 不太用脚去刹车欸 因为它动得很回充就很大力 我只要放开它就自动 其实就自动帮我刹车 好啦 中间我觉得是一台蛮好开的车 开起来蛮顺的 跟你原本预想的是差不多而已 东西嘛 诶 应该说你有开过电动车吗 好像没看过纯电车 其实开起来是舒服的 感觉你开得比我好 我好像不太会控制它的电门 觉得蛮好开的啊 因为它冷气满气满感的 真的 真的好 嗯 啊 我要怎么帮你打开 啊 我知道了啦 移出位置 它应该是记得 进来这里就快了 耶 特斯拉出体验 成功 下车吧 要怎么洗火 不用洗火 蛤 它会资格洗火 吃 吃 炸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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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